歡迎回到現場 今天的單元在2021年結束之後 我們從2022年往前看 未來的一年到底會呈現什麼格局 我們今天請到陳松心博士 跟李正宜博士 來跟大家兩位博士 來沙盤推演 我相信這個大家可以感受到 台股在歲末的最後一個交易日 最高來到18,283點 我們大家可以想像得到 在過去的這一年 台股等於上漲了3,400多點 台股的漲幅達到23.68% 這個是難以想像的 我們看到如果從短線的角度來講 從年初漲到年尾 而且在外資賣超 將近五千億的情況之下 今年的加權指數漲超過23% 而貴買中心的指數漲超過28% 這個在全世界都屬於非常高的前段班 但是同樣的我們也看到香港股市 現在頻頻下跌 這個跌幅是十年來最嚴重的 恒生指數的跌幅超過16.9% 而國企指數呢 跌幅超過26% 這個是情況嚴重 你可以比較一下 你把台灣跟香港的走勢呢 剛好做一個對比 一邊是一直往下 一邊是不斷地往上 這個上跟下當中有非常大的差距 然後最近 包括核印斯等香港的媒體界呢 現在一大堆人被收押 我看這個情況是不斷地在惡化 這個是大家可以感受到 在過了2021年 對台灣來講 這是一個又傳奇 又大家非常驚嘆的一年 我記得在2017年的時候呢 媒體在產業界 在票選代表制 台灣很多人前途茫茫 我說2017年台灣會好起來 但是大多數人都非常悲觀 你可以想像得到 你選的那個都是非常負面的 2017年被推薦的制裡面 有前途茫茫的茫 過勞的勞 有憂患的憂 有亂七八糟的亂 也有虛無飄渺的虛 還有動盪不安的盪 還有停滯的症 還有討厭的怨 大家如果你從這個來看的話 大家你難以想像 就2017年的時候 有多少人把台灣糟蹋得一無是處 但是現在呢 台灣走出一個 非常難以想像的新的格局 我們如果用這一張 台灣30年來的股價的走勢來看的話 那大家應該會非常感慨 你知道我們在1990年 台股已經到12682了 那一年跌1萬點 但是此後台股很少超過1萬點 即便碰到大概都崩盤 現在沒有人想到 我們會站在1萬8千多點 現在很多人看2萬以上 我想這是一個在這幾年當中 給大家可以想像到的台股的大的蛻變 也就是台灣整個經濟上是脫胎萬股 這個時候英國的智庫特別提到 台灣2026年會要升第20大經濟體 我相信今年在2021年的結束 如果土耳其貨幣還是沒有上來 沒有拉上來 用美元計價來台灣一定會超過土耳其 這是大家會覺得非常奇妙的一件事 台灣已經要居全世界第20大經濟體 這個變化是大的 現在大家可以想像到一個在世界經濟體排名第20 今年在2021年還有一個很大的變化 台灣可能會超過新加坡跟墨西哥 變成全球第13大的外銷出口的大國 在這種情況之下 一個經濟體這麼強大 在國際間它並沒有受到公平的待遇 這是我相信台灣在未來 非常值得大家去思考一個未來的新的變化 今天我們要先請兩位好朋友來跟觀眾問候 來 先請崇興兄 社長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新年好 好 這個我們敬意鄭宇兄 社長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先請我們陳博士來跟大家聊一下 我相信2021年對台灣來是非常傳奇 但是我還是覺得台灣在過去這一年高潮跌起 台灣所有的人一定要感謝一個人 習近平主席 也就是如果沒有他沒有創造傳奇的台灣 那我想進入2022 我相信變數當然會多 那先請陳博士把這個 你關注的2022年未來的 從投資的角度來看 2022有哪一些變數是足夠大家放在心上 我想那個2022年最大的變數還是疫情 說實在台灣過去那一年成績也跟疫情有關係 當然還要謝謝 台灣是疫情受惠 對 我們是最大的受益者 但是因為現在看起來的話 這個由於感恩節的祭餐之後 那麼在聖誕節在新年的時候 看到歐美的疫情又開始上升 那接下來新一年再加上農曆年之後 那麼它會有一連串的效應 那病毒本身是在求生存不斷在突變 所以在這種情況可以看得出來的話 有可能它是最大變數 那如果疫情再次的導致 有一些國家地區的封鎖的話 那麼你的經濟成長就下來了 經濟成長下來通貨膨脹壓力就變小了 通貨膨脹如果壓力變小 貨幣政策也可以慢慢調了 現在很多人擔心通膨的變數 其實如果經濟下滑通膨就繼續了 對 所以這裡面就是說 今年最大的變數其實還是要看這個疫情 那疫情好跟不好 目前多一般的人是覺得是說 疫情應該可以收到控制 我是覺得比較需要保守一點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控制 這個病毒要怎麼樣突變 怎麼樣傳染 你毫無 沒有你看中國這個例子 你再怎麼封鎖 它繼續要傳遞 所以這個是一個大變數 我想這個大家看到剛才這個通膨的變數 在最近你看 這個天然氣的價格 一立花米最高六塊多 六塊多美元 最近掉到三塊四塊以下了 那三塊多 這個就告訴你說 很多鹽物料在短期間那個爆衝的時候 但是你只要有對策 大概很多東西就下來 所以我想通膨是可變的 也就是說通膨很可能是2022年困擾大家的變數 但是看起來他沒有想像中到燎原的態勢 我想這個是一個可能大家可以去觀察的焦點 好我們志銘兄你有怎麼看2022 現在大家對2022的預測 很多人大家都喊兩萬點 那我覺得喊兩萬點 當然這是一個目標 我覺得他早晚會到 但是我提一個比較aggressive一點的看法 我覺得在未來兩年 其實不是兩萬點 我們會看到台股跟恆生環境交測 而且最有趣的是 兩個都是女領導人 對 那一個呢 那個股市是一路往上走 那一個是股市一路往下走 而且你現在看到很多 這個美國的這個中代股都要回來 他其實一回來 那個吸金的量都很大 那個其實整個會把那個資金值吸掉 所以你看恆生往下 那基本上是沒有下墜 那再講不客氣一點 中國現在救什麼 他不會救恆生 他救A股他救深圳 他不會救你這個香港的這個孩子 那我們對於整個 2022年呢 其實我們覺得就是這句話 這個 之前也來過嘛 去年這個時候大家講 台積電是一個人的武林 現在武林百家爭鳴 對 今年是百家 2021年是百家爭鳴 但是我們覺得 2022年叫做半導體日不落 那這個也其實一直在 我們一直在講到說 其實外資這兩年 剛剛 市長也講 外資這兩年賣台股 每一年賣 這個5000億嘛 他之前說 從來沒有連續賣過兩年 結果 這個2021年 就連續賣兩年給你看 而且還賣的 比之前都還要嚴重 但是他賣了之後 台股有沒有下來 台股沒有下來 台股持續在往上漲 所以我們在看 我們的看法是說 那你要不要回來嗎 那你要不要回來嗎 那很多人說 哦 外資賣台股是因為 覺得兩岸要打仗 這個 孫英兄我特別補充一下 就是說 這個外資有一個人 摩根斯丹利那個詹佳鴻 我不然你認不認識他 他這兩年對台灣之不友善 他從頭到尾都看得壞 所以你知道像聯電 台積電高盛說1028 他說588 同樣一家公司看法藍沿北色 他已經告訴你 2022年金顏代工的毛利率會下修 還有一個價格會一直往下砍 那這個時候你看外資其實在 在2021年年中的時候 他去看面板 他說面板到下半年會血流成河 看起來第三季跟第二季也差不多啊 那這個就變成說 外資到底是用 為什麼用有色眼鏡一直在看台股 這個你怎麼看 我覺得第一個很多人講說外資在賣台股 是因為兩岸要打仗了 因為一直這個要避免 那我說如果這個說法是成立的話 那外資在賣 那個南韓的股市賣成這樣子 大概金小胖準備要揮冰南下了嘛 那如果你真的是說 我要這個預防性的賣掉 我把台股賣掉 我覺得兩岸要打仗 那你入股也要賣啊 難道打仗的時候入股會漲嗎 這個邏輯也不通嗎 但是入股是買的嘛 所以很明顯 這個是 這其實就是外資以前要玩的 trick嘛 他以前就是 我用MSCI去影響 我把線賣下來 賣到便宜我回來撿嘛 那南韓有沒有做成 南韓做成了嘛 那套在中國嘛 然後錯掉錯過台灣嘛 所以這是外資 以前覺得他們必勝的棋局 這一次一打 全部只打贏一個地方 三戰兩敗嘛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東西呢 你遲早還是要回來的 因為我還是講 大家對於半導體的看法 我說外資現在看半導體 最大問題就是 很多像很多人在開車的時候 他只看後照鏡 沒有人開車只看後照鏡的 你看後照鏡當然很重要 但是你還是要看前面嘛 你看後照鏡 你說這個手機的需求會要下來 NB的需求要下來 同意嘛 但是很多應用要上去 而且我說的是 Silicon這個所謂的半導體的 這個content越來越高 我舉個例子 以前大家買手錶 你應該買個電子錶 那一點點嘛 只含一點點半導體 你現在買Apple Watch Apple Watch 可能你可能看時間 你可能接收訊息 對不對 後來Apple Watch能幹嘛 能徵受你的心跳啊 能偵測你的血氧啊 甚至以後可能要偵測 你的這個血糖啊 這個血壓啊 這個是需要什麼 一樣需要半導體 那像Intel說 車子現在 裡面含有的這個半導體4% 對 他說到2030年20% 20% 半導體的需求一路往上走 我就說 大家對於這種半導體的需求 其實沒有就是缺乏想像力 這半導體 對我也相信嘛 他現在講說 哦 半導體的供應 我慢慢會鬆開 會慢慢開出來 這我同意嘛 會開出來這個同意嘛 但是半導體的需求是這樣子啦 他是等比急速的上去 但是半導體的供給呢 是等加急速的增加 是我們覺得 這個說法呢 其實我們覺得時間是可以印證這個半導體的這個需求 好 這個半導體其實 大摩的看法 他包括記憶體看非常快 結果美光 他一看壞之後 美光其實 股價大漲10%以上 那這個時候來看 這個國內的半導體的大佬 其實包括防衝 他說半導體 缺厚到明年 劉敦英說迎接黃金10年 這個都非常直接 那現在 我最近也問了陸行之 我說 摩根斯丹那個人你認識嗎 他不認識 這個年輕人看起來 他是有個性的 但是我覺得 最近在市場上還有一個 投信跟外資連手炒作 你一報告不好的時候 他借券放空 大家兩手操作 這個我想軍管會將來需要查一下 就是說這個時候 如果外資用這個豁免的權力 來操作台股 那我相信這是一個 未來值得大家高度防範的一個點 那我想 我們請陳博士來跟大家來談一下 我相信這個是大家 可以看到在華爾街 在這段時間 我們也看到這個 美國印得非常多的錢 那2022年這個時候 開始縮表跟升息 可以同時並舉 這個會對市場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我覺得這裡面 還存有一些的變數 剛剛講到的 就是說這個疫情本身 在美國開始又在富來 那到底會有什麼一個影響 而且明年還有一個很大的因素 那我覺得升息的腳步 可能沒有大家言難所預期的那麼快 那這個本身對市場是個大變數 這資金面的問題嘛 所以我目前來看起來的話 就是說我們至少要看到第一劑結束 看看疫情 因為冬天比較嚴重 到底是如何 再來看第二劑如何 我相信在夏天之前 這個疫情真的要得到控制機會很少 那這個會不會讓FED有個機會 說我剛好配合年底選舉 為了要讓民主黨有機會 掌控國會 那同時在大陸來講的話 大陸也需要一些的條件 因為年底的這個東西 如果沒有搞好的話 習近平因為上一次的第三支歷史 你這一點我特別要來請教陳博士 就是說如果以這個情況來講 就是說今年對中國來說 這是大家難以想像的 比方說香港這麼慘烈 這個慘烈也帶出來就是說 類似這個是兩家中國最有競爭力的公司 你說阿里騰訊 那個是中國延伸競爭力 包括很多的新創投資 都跟他們有關 這個時候你拿這個大棒打下去的時候 這種監管 今年開始 包括對遊戲的管制 然後包括對比特幣的封殺 然後一直到現在的這個補教事業 幾乎妹頂 然後到現在我們看到滴滴要回香港上市 然後跨境互聯網他幾乎封殺了 那環壟斷現在花錢 那最近還有一個比較大家關注的焦點 就是騰訊 配中期股息 結果他不是配現金 他配京東的股票 這個配京東的股票 經濟這個發展他幾個主要的行業 一個就是高興科技 這裡面包括網路的世界 另外一個其實是不動產 那麼這兩個大的這個引擎 可以講在這個2021年等於是熄火 那麼裡面當然裡面涉及到說很多國家對這個網路業者 他的權力勢力超出了政治 尤其共產黨特別忌諱 所以當然是打他了 當然這裡面有涉及到一個打擊這個政敵的關係在裡面 可是呢 同時間我們在看 因為這些高科技股過期都是華爾街在追捧的對象 然後在美國掛牌這中概股 那麼其實在一年前我們就已經講了 美國的政管會已經在著手進行 那麼最近他政管會的主委出來談到說他怎麼樣子要讓他強迫揭落 如果不揭露強迫下市 那麼從今年來講今年年底之前沒有搞好他們就得都下市 這麼多家那他往哪裡去 那基本上他們說要回這個北京的交易所 那有人說回上海的A股 那其實他們都不願意 都回香港 他們到香港 香港現在香港那麼小 那麼多的公司擠過去都爆了 而且香港的這個股市基本上裡面的大盆金融跟這個不動產是主要 所以這個講起來香港的市場很難讓人家樂觀 但是中國它就是一個大問題 如果你的火車頭的行業都不好 那請問你經濟會怎麼好 所以即使是說他先下調了這個去年的這個GDP的統計 那麼調降它的基期 可是這個2022年我來看的話也很難 因為它的變數這麼多 陳博士這個就是說我補充一下 相較於全世界股市都大漲 2021年都大漲 中國是除了A股以外其他都大跌你知道 是 如果你用基期像台股來講 我們連續兩年漲6000多 中國在2022年其實它基期是高的 高的你有高的挑戰你知道嗎 但是中國現在相對 尤其對香港來講它最低你知道嗎 它已經十年新低了 那在這種情況下 第一有低的好處了 但是如果從基本面來講 中國為什麼今天這樣的一個特殊的狀況 那到2022年它有沒有翻身的可能 我覺得中國要短期翻身的機會真的不大 因為說實在國民的財富主要是不動產 不動產跌價的問題 那麼消費信心就沒有 外資也在撤退 所以其實就內需來講 它的雙循環裡面的內需其實很難起來 那出口的話應該講起來就是說 2021年有點好處 其他的國家的這個製造業事實上是停滯的 那2022年因為短鏈的這種調整有個過程 2022年很多國家的這個製造業又開始 所以有可能他們目前的疫情是出口會下來的 那所以它現在又開始在放鬆銀根了 那放鬆銀根又在搞一些這個建設 那這些建設我們看它即使調低的條件 拍賣土地拍的是很不順 所以這樣看起來的話 其實在投資 出口 消費內需的部分 我看散起來都不是特別讓人家感到很樂觀 但是這個對習近平的政權來講是一大挑戰 因為年底之前他要有一個好成績單 好 我想 我跟陳博述大概我們算比較早看壞中國股市的 我在講的時候 很多人不以為然 而且連我女兒都在罵我 這個時候我說 這個經濟學家都落後指標 我們做投資的是往前看 那我想經過這一年大家可以慢慢驗證 我最近把這個外資 華爾街的投資銀行到中國被割韭菜 你知道這三十年當中 所有華爾街的投資銀行沒有一個看壞中國 而且都像蒙根斯坦利 蒙根斯坦利最看好中國跟香港 從年初開始蒙根斯坦利一如非常看好 看好以後他非常看壞台灣 結果我看他巴掌打很大 你知道蒙根斯坦利我相信股價一定不會好 為什麼他在香港的部位 現在有321億美元 我相信這是套牢一定很嚴重的 高盛 現在擔當有阿里巴巴的股票 有4786萬股 那我相信他買的時候一定在300塊附近 現在剩在100 那你可以想像他跌六成 貝萊德1553億 然後蒙根大通1405 先鋒1307 花旗495 蒙根斯坦利320億 高盛174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附身中國網路指數的ETF 他從104.94掉到37.1 這是不得了的 那SPDR的這個標普中國指數ETF 其實他已經跌幅從155.78 現在掉了100以下 大概跌了快五成 這個是大家可以想像的 另外恒大現在看起來 我看沒救了 中國的房地產是 這種債務加債務 我看已經很難翻轉 好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要請鄭宇兄來給大家指點明星 我們看到 如果從台股的角度來講 我們現在 在這一次 2021年的風關 其實我們創下非常多的驚喜 但對台股 也有一些他的將來比較麻煩 就是你積極才很高 我們如果現在在8500那不得了 現在已經18000 8500跟18000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在過去這一年 其實很多的 十大熱門股 你看到長榮陽明 台積電 聯電 這個就是一歸納的話 半導體當然重要 還有後櫃航運 那對未來的發展來講 我看後櫃航運裡面 鄭真茂最近在講 這個鄭真茂說 現在後櫃三雄 今年賺的錢 大概會超過所有銀行的總和 這個也是他給大家帶來一個 非常大的數字 這個謝志堅 他最近出書 他說明年的狀況是 大概不會比今年差 這個給產業帶來很大的信心 那我相信如果你從 2022年的角度來講 很多的產業在非常好的走了一年 那到2022年的時候 他同樣面臨高基期的問題 還有產業的變化 比如說像外資看壞面板 他如果面板會變殺戮戰場 後來沒有 那個包括PC 就是緩效需求 原來像華碩廣達都被殺得很慘 那現在看起來 他們第四季非常好 所以這種產業的景氣或循環 我們如果用探照燈的角度來講 2022對很多產業來講 他的變化你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20 你如果要講2021年 我覺得有一句話很有趣 其實很適合形容2021年 以前我們都說 失敗為成功之母 2021年剛好下巴 叫成功為失敗之母 你以前覺得理所當然 必然會發生的事情 其實都沒發生 你覺得一定不會發生的事情 反而都發生的 基期很高 不可能怎麼樣 繼續長給你看 所以我們覺得呢 當然我們還是 還是回到這個現實長的說法 就是我們真的是長了兩年 所以我們真的覺得說 整個2022年 台股呢 大概很難再複製2021或2020這種狀況 但是整個趨勢往上 我覺得不會有什麼問題 第一個我覺得 很多人會講說通膨很嚴重 然後這個很有可能會停滯性通膨 不過我也echo一下 這個陳博士的說法 事實上 我也不認為聯準會會 跟大家講說會拼命生息 聯準 大家會用1970年那個故事來講 講現在 1970年聯準會在嗎 聯準會只管CPI 其實它不關我的事 我就是想辦法把CPI壓下來 我就可以交代了 現在聯準會是央媽 對不對 大家什麼東西都要看一下 聯準會的這個態度 是不是 所以聯準會既要控CPI 又不能讓整個經濟下來 它如果這樣下來 它年底就是 它年底就不用選了 所以我們覺得 聯準會前面會講得很Hawkish 但是實際上一定是雷聲大雨點小 生息生的比市場預期少 那市場就會歡聲雷動 所以我們覺得 我們現在大部分的市場 看今年台股就是一個M頭 就是今年 我們覺得第一季會很不錯 為什麼第一季很不錯 因為第四季 季報要出來 非常的好 現在市場很多的傳言 什麼台積電 聯電 那個什麼 財報會多漂亮 很多的傳言 那看起來應該真的不錯 所以第一季 我們覺得應該是會很不錯 但是比較中間二三季 會有個問題就是 這個Tapering要結束了 那市場一直說 Tapering完了之後 就立刻就要升息了 那市場一定會 擺檔一下 但是如果你會發現說 第一個聯準會沒有那麼Hawkish 然後景氣其實真的還是不錯 還是會第四季 持續往上往下走的話 我們覺得 那第四季到明年第一季 你就有機會看到台股跟恆生 黃金交叉 所以我們就長線來看 其實不看淡 其實整個狀況不錯 那今天剛剛跟世界大人講 其實有很多的產業 包括面板 包括貨櫃航運 包括這個半導體 其實這些我們覺得都是長線的一個需求 我還是 但是我們個人還是比較看好半導體 因為半導體其實還是台灣 而且我覺得 你不要看半導體 你只看什麼台積電聯電 這個是當然是半導體的核心 但是從半導體延伸出去的 比如說甚至到上游的化工啊 到下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晶圓片啊 甚至它整個那個 它的這個廠房的製造啊 我覺得那個 那個後續的這個擴散效益 其實是非常非常大 所以以前你去看哦 2017年之前 台灣的半導體的 平均的這個本益比14.7倍 19年之後 開始打這個貿易戰之後 19年之後21倍 但是我們覺得從很多的需求 不斷的開出 你現在講元宇宙 不然元宇宙不用半導體要用什麼 是不是 所以很多的電動車 元宇宙這種新的需求 它對於這種半導體的需求 整個上去之後 我們覺得半導體的本益比 其實是有機會往30倍靠攏的 大家講說今年台股漲了23% 很棒啊 跟各位報告 費半漲了44% 對不對 如果我們的半導體的漲勢 或者是評價往費半靠的話 我覺得台股2萬點 基本上並不是一個很困難的 一個一個一個部分 好我想 剛剛李正宜提到啊 元宇宙 全世界其實都漲翻天 這個概念也就告訴大家 半導體為什麼重要 將來如果元宇宙會上路 它所有的運算 演算法 包括AI的技術 那這個時候 它更需要台積電的更先進製程 所以 將來可能從3奈米一直進到2奈米 這個是才有辦法開啟 這種元宇宙的新的時代 那我想這是 非常值得大家高度關注的一個點 那我相信這個 2022年還有一個題目 要叫陳博士來給大家上一堂課 這個我相信 2021年很多產業的變化 比方說鋼架的上漲 這跟減碳有關 那現在所有企業都可能要面對這種減碳的 這個 像1SZ綠妹 非常強調這個 你的 這個減碳的 大概執行的成效 現在連一三金控 我看最近都在講 將來一定要全部用綠電 我相信這個現在除了產業 最近台積電買的達德綠電 那從卧系到達德 那我想這個是可以看得出來 台灣在發展綠電的產業的路上 將來就是一條寬闊大道 包括離岸玻璃發電 那是前景一片看好 那我想對整個未來的減碳的 這個碳排放所衍生出來的碳稅交易 我相信對企業也會帶來很大的困擾 你怎麼看這個趨勢的演變 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題目 我們這些年是補貼了我們的產業 讓他們出國有競爭力 可是台灣在人均的排碳裡面 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雖然說這個姿態系 我簡單講 台灣人均排碳 世界名列前茅 換句話說 雖然我們不是聯合國會員國 我們一定是人家的標靶 但是你呼籲國家 怎麼可以這樣搞呢 所以就這個角度來講 台灣減碳的壓力非常大 那我跟大家講 台灣有一個很麻煩的地方 你製造業自己本身 不管再怎麼努力 你會發現 我們這個真正的排碳 最主要是台電 它佔了百分之五十 然後你把這個製造業 運輸行業穿進去 又加了百分之三十 所以言論上 我們可以講 台灣的排碳本身 涉及到你的這個人鹽的結構 人鹽結構 在台灣目前是沒辦法改變的 對 所以這個就是比較麻煩 但我們可以改變 就是說 比如說運輸業 製造業 那因此 這個剛剛也提到了 這個大量的使用晶片 是沒辦法避免 因為你要減碳的一個關係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理解說 在這種情況 那有一個大問題 我們會被人家做一個把子 就是說 就是說 現實的來講 台灣目前政府所承諾 溫管法所承諾的話 我們要達到碳中和 可能是二零七零年 而全球的話是二零五零年 你如果要提早往下調 那你看看那減幅多大 換句話說 未來這幾年 台灣的製造業 或者是我們運輸行業裡面 最大的一個調整 就是說 怎麼樣降低它的碳排放 可是這個其實 大家可能看不清楚 我再簡單的跟大家講一下 字都不要看 我簡單告訴大家 人員的供給端 人員的需求端 兩邊都要改 台電要改 那麼這個人員的使用端 所有的產業都要改 這個都還不夠 因為二氧化碳太多了 你還要去吸碳 你要碳匯 包括你的農業 你不要以為大家吃的稻米 就沒有排碳 或者是你種 兩個鳥都有 都有 這個裡面太嚴重 然後我們怎麼樣去吸收它 目前我們有在研究一些的 碳補桌 碳儲存 這個裡面都需要新的科技 需要新的資金 所以這張圖其實是一個碳中和的結構圖 換句話說 從我們人員的供給 人員的需求 以及到我們的碳位碳捕捉 我們需要的技術 需要的資金 這裡面全部是一個新經濟 也就是講 新經濟之下 我們一定是要高度使用晶片 所以台灣還是可以看好 因為除此之外別無他獨 除此之外別無他獨 對 沒有他獨 好 今天我們時間已經到了 今天感謝陳博士 也謝謝我們鄭宇兄 大家對2022年的即將到來 那我想大家充滿了期待 但是挑戰同樣會很多 大家繼續再努力 今天謝謝兩位 等一下回來我們看看 下禮拜的投資策略